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我为大家总结一下本周重要的人工智能新闻 1.SORA新动态 尽管还没有公布推出时间,SORA依然会定期发布测试视频 这段视频描述了一条白龙的细节和动作 SORA已经具备通过文本控制物体运动,以及特效生成的能力 第二段视频,一只由玻璃和金丝制作的乌龟 无论是光影效果还是细节刻画,都达到了电影级的水平 第三段动画,探索水下太空船的潜水员 本段视频的后半段,还显示了飞船内部的布局 效果堪比虚幻引擎制作的视频 视频3,在海滨小岛漫步的小熊猫和大嘴鸟 具备很强的卡通和现实主义风格 视频4,折纸风格的小船,在大海中航行 这也是SORA首次发布风格化视频,效果非常出众 这段短视频则来自SORA的TikTok官方账号 描述了一只拿着自拍杆的小猫,非常有趣 SORA新发布的每条视频都让人们兴奋不已 由人工智能主导视频和电影生成的时代,也许会很快来临 2,Creative Art Scaler 本周末,Stability推出了一个名为Creative Art Scaler的图像增强工具 Creative Art Scaler类似之前发布的Magnific工具 可以将任意图像的分辨率提升到4K 对于低分辨率的图像,还能够在原图的基础上完成图像细节的智能修复 该工具同样支持提示词功能和AI强度值设定 用户可以手动设置参数 目前,该工具已经在Stability旗下的Net Cafe平台发布 上传一张图像,输入提示词,设置AI强度值,即可完成图像增强 不过,该工具还处于内部测试阶段,目前仅面向付费用户开放 如果不想付费,大家也可以尝试开源的Super工具 Super已经部署到了Replicate,支持任意比例的图像增强 Super更适合修复低分辨率的图像,效果非常不错 对于分辨率较高的图像,也能对细节进行强化,让图像看起来更细腻 三,Google Gemini事件 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Google也犯下了低级错误,并被网友发现 事件起因源自一个网友的提问 例如,向Gemini提出问题,Show me photos of white actors,系统就会拒绝回答 如果提出Show me photos of black actors,则会正常显示照片 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该消息就引发了网友的怒火,纷纷指责Google Gemini的重大设计缺陷 推特老板马斯克也连续发推文,对该事件进行口诛笔伐 看到此消息后,网友纷纷开始测试Gemini的图像生成功能 得到的结果大多为暗黑板形象 由于不是个例,用户纷纷晒出Gemini生成的图像 除了Gemini,很多人还指出Google搜索引擎也存在类似问题 令Google没想到的是,一组提示词暴露了其政治倾向 有网友要求Gemini生成一张国际象棋的图像,棋子居然全是黑色 由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Google选择暂时关闭Gemini的图像生成功能 同时,Google发表博客对图像生成错误的原因进行解释 最后,Google向公众表示歉意,并决心改进图像生成模型 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4.SD三星功能 SD三模型使用了和Sora相同的架构,也是Stability旗下最强大的开源模型 本周末,一段SD三的演示视频发布 我们可以看到,Stable Diffusion 3可以根据提示词,完成图像生成和编辑 还能够替换图像中的物体,更换背景和生成视频 关于SD三的更多功能,也会在近期发布 5.Adobe PDF智能交互 本周,Adobe宣布在Acrobat中加入AI助手,让PDF文件的阅读和使用更加方便 该功能类似于微软的Copilot助手 用户可以通过文本命令的形式和PDF进行交互,并完成查询和总结 目前,该功能已经向Acrobat Pro用户开放使用 6.Opus Clip 3.0 本周,AI视频剪辑平台Opus Clip推出了3.0版本,进一步简化短视频的剪辑流程 新版本可以指定策略,要求Opus Clip生成适合不同场景的视频 Opus Clip还会提高视频剪辑的速度,并支持最长15分钟的视频生成 该平台可以实现长视频自动剪辑,为内容创作者节省时间成本 今天提到的网站地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供大家参考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邮件联系小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